你身边有恋爱脑吗? 七夕来临之际,一款名为骂醒恋爱脑的虚拟情绪产品火了。 淘宝热搜数据显示,近一周以来,恋爱脑骂醒服务热度高达47.3万,同比2023年上升13%。 小江从2023年开始经营这项业务,每当临近情人节,店铺订单量就会出现明显增长。 情人节的时候有的人他得不到一些关于恋人的一些回应,单相思的,他追不到别人,他是不是很难受? 很难受是不是要换一种方式呢?肯定就是说需要别人来骂醒他,让他过一下别的生活嘛。 成交的高峰的时候,我们去年2月情人节嘛,月效大概有四五万嘛。 目前的话一天大概有十单左右吧,就是问的人大概有二十个人左右吧。 小江介绍,一般恋爱脑骂醒服务可以选择文字加语音条或语音连麦,二者的差别主要在于价格。 相同时长内,店员的经验值越丰富,价格越高。 目前,店内从事相关服务的店员有100人左右,其中也有一些具备专业能力的从业者。 我们这个店员年龄比较大,情感、怨力比较丰富的人,活动能力比较强。 他之前也做过关于书动聊天,帮人当一个倾听师,他比较熟络于这个人的心理,他会懂得去怎么观察这个人有相关心理证书的呀。 比如说心理咨询师呀,他就是专门给人处理这个情感问题的。 小江告诉记者,在骂醒恋爱脑服务的基础上,店铺又上线了放飞前男友服务,通过制作搞笑视频,劝为客户放飞虽好,劝你放手。 目前下单的大多是年轻人。 他坦言,虽然服务内容看起来和心理咨询有些相似,但价格相对便宜不少,更像是一个临时树洞,能够为当代年轻人提供情绪宣泄出口。 骂醒恋爱脑一般他是想把自己的东西吐露出来嘛,心理事吐露出来给陌生人嘛,类似于树洞,而且这个树洞比较于针对性。 那心理咨询的话可能就是说太正式了,会觉得比较紧张,他自己都明白自己是恋爱脑,其实就是找一个宣泄口。 这种讲得太厉害的他说不了,有的基本上他都是喜欢的这种正常的温柔开导。 今天我们就会去稍微去读那一点的这种话术去跟他说,挺吃香的。